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幅兔年大吉大利 不例外的也会邀请我们的书法老师 在我们这边展开所谓新春的一个辉豪 那里面这些来讲的话 它的一个春年的展现 跟以往不太一样的地方是 它有很多一种不同的方式 做一些呈现 也非常欢迎我们的市民来能不能领取 台北市议员秦辉珠也特别出席 这项新春辉豪活动 除了向市民拜早年 也希望借此了解新行政中心的使用情况 新义区每年都会举办新春辉豪的活动 今年不太一样是因为它换大楼了 新义区的大楼搬到新的地方 我特别来看看 因为很多的里民朋友 对新义区新的行政大楼 还是不很熟悉 那现场也工地 还有很多的围离 没有把它开放 所以我特别来看一下 那这个活动是非常有意义的 也邀请了我们这个新义区 行政区所在地的幼儿园来做表演 现场看到有很可爱的小朋友 在跳舞舞师 充满了新春的欢乐气息 新春欢迎现场书法家们 正比植树写下一幅符吉祥春联 吸引不少民众排队索取 希望为兔年带来平安好运 就是可以提前感受过年的气氛 然后就是很热闹这样 有它这个画的这个兔子 活灵活现 然后又是今年2023年 为迎接2023台湾灯会重返台北 新义区公所方面 特别与学校合作 以永春皮为中心 由象征象丝虎豹市寿山环境的 新义区元宵灯室 2月4号将正式点灯 2月4号到2月6号连续三天 每天现场更将发送 800个大展红兔小提灯 在今年的2月4号到2月6号来讲话 我在我们的永春皮 由我们信义区的一个灯室的一个展览 在现场大概三点钟后 我们也发放大概每天都有800个小提灯 欢迎我们的市民来我们信义区的永春皮 来欣赏我们的很特殊很不一样的一个灯室的一个展示 因为这个展示来讲话是特别强调环保 给予我跟我们永春皮一个结合 是一个生态一个结合 非常欢迎各位来我们参观 新义区公所方面 期盼透过新春会号活动 祝福市民扬眉吐气欢喜迎新年 也欢迎民众元宵节到新义区元宵灯室现场走走 感受有别于传统灯室的自然生态氛围 记者张旗腾台北报道